又回到了永眠镇啊 这边的搬选确实让大家都没有想到 首先夏哥这边的话 以为对面会搬他的女巫 所以说他上来的话 直接是把一些难抓的点给搬了 然后放出了佣兵前锋 这边的话反手把夏哥的邦邦给搬了 没想到啊 这张地图对吧 搬邦邦 因为这张地图的邦邦是很难打的 上两个赛季的时候 上个赛季啊 就是秋季赛的时候 其他队伍为了针对余生的邦邦 是专门选这张地图 BOE让他打余生这边的话 都没有选择打这个邦邦的 就可见这个邦邦这样地图 其实是比较难发挥的 我们来看这把夏哥啊 张狂小提琪 带的是传送 因为有个入恋师嘛 然后这边的话 你还没别说的 除了入恋师三母男 真不好抓 这刀阵容 入恋师独斗 这个刷点还不错 弦直接拉绕过来看 但是张一剑这边已经是卡好位置了 绕过来一个翻盘加速 这个开局 这个点位要抓这个入恋师很难啊 要抓这入恋师很难 他这边还封了一个点 两波的闲都想要去 通过预判你的位置来打出伤害 但是都没有抓到机会 蛮难排一个赢面 蛮难排一个赢面 因为小提琪家要赢 这个蝦可以啊 小提琪家要赢 他要怎么样呢 他要打防守节奏 他要通过防守节奏 去打开局面的 但是这边张遇见 他最大的问题什么呢 他不需要队友救 我这边队友就管自己 先拉漂亮 哎哟 虾哥这个熟练度没丢啊 这小提琪家 虽然前面两波预判 闲没打到东西 但是这边的 这个贴身 通过走位的闲 交互点的闲都打到了 这边直接摇音符 往外之位去干扰 哎 车祸了 本来跟过去 你这边入恋出来刚好 那直接传送过来了 没办法 他本来不想交这个传送的 这边是个压式 闲 风出走位 一拉没拉到 但是这一刀还得吃啊 该吃还得吃 这个身份应该是够了的 一刀打 好 这个博命时间结束 挂进低压式 但求者可以选择卖掉 卖掉以后外面三台机 对于斗舞的求者来讲 这把他们保一个平 其实就可以接受啊 东旋也保个平 对吧 或者东旋被三跑都行 卖掉 或者优秘 优秘这边过来压着啊 前锋先把这些机子补了 然后大副外面他已经在修了 优秘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冒风险来卡死旧一波了 就这波来旧 如果说被打一个双挡呢 虾哥这边是有机会去翻盘一个三抓的啊 三抓四抓的话可能不太好去盘 三抓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边卖掉是最好的 卖掉的话 三个猛男在外面道具多的一匹 对吧 满球两怀表两护臂 来你挑 你挑啊 随便选 对吧 想抓谁 来 我们这边对吧 猛男陪你玩 哎 这稍微有点点卡啊 下个第二波节奏真的很难起 这套阵容选出来也是真的绝 这套阵容选出来也是真的绝 一个可以自救的 剩下三个猛男是卖掉以后 你没有办法快速起第二波节奏的 就硬性来给你保平 今天其实三把的话 我觉得哎呦漂亮 我去帅 虾哥这个闲 今天这三把穷者的阵容 拿出来全部是来给你硬性保平的 但第二把的话呢 小马哥这个天神下凡了 这把虾哥有一说一 他的技能也很准啊 大副交怀表 闲 无穷动开 但是已经距离拉开了 这边要不要选择传送 还是说硬追这边的大副 硬追大副也可以啊 因为这边有台遗产精灵 传过去大副这边机子点掉了 那边前夫满球 你也抓不了他 虾哥这边技能交的还是比较急的 追一刀 好的 看下一根弦 这边的话 怀表两秒钟 CD好了 先摇音符给你减上 这边直接怀表一交 我们来看虾哥这边的弦 看虾哥这边的弦 能不能来一根神仙 哎呀 拉空了 拉空了 这根弦拉空了 他没拉空的话 说不定无穷动弹一弹 还有机会 这里 佣兵应该是要交自弃 交完自弃以后看情况 你还别说虾哥那波秒了佣兵 真的机会慢慢的有出来了 这边弦 瞄住我 好你拉球 我反身 回来看 前锋跟佣兵两个人 前锋跟佣兵两个人队 这时候可以补状态了 大副的话这边摸道具 翻一个什么 翻了一根针很不错 但是虾哥这边追过来 这根针可能来不及用 这边有耳鸣 还在找 还在找 哎 音符吃中了 吃中的话 这根针应该是用不了了 大副要倒 机子这边千万别带过去 对 这个机子是不能带过去的 前锋的话 这边先把佣兵状态补好 哇 虾哥这个弦 这个人 这把的鞋准 还是真的很准 开局的鞋没有很准 是因为他的开局的 这个鞋是带有预判性的 挂过去 要守大副的遗产机 这样的话 这边上戏是被看见了 压住这台机子 前锋那边是管不了了 前锋那边是管不了了 这边的话就是 姚音符去干扰前锋的机子 然后这边来来拦佣兵 还有一手传送 哇 鸡鸡真的越打到后面越猛 这句话此言非虚啊 打到BO3 拿了一个小提琴家也要天神下凡 这边的话 前锋卡半 如果说能救下来 手上没有薄命的话 那这样机子拉走 闲 没拉住 佣兵救下来 这里的话打到佣兵 他只能守机子 只能守机 这边无穷都要不开 前锋半颗球 这边大副往前走 佣兵是会倒的 这边管谁 管前锋 很正确 因为大副离机子很远 而且大副半状态 这边有传送 机子只要一动 我传送过去把这大副给抓了 对吧 我这把就赢了 所以他这边的找前锋 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惜刚才那根弦没打中 抽一刀 没抽中 这边 等下一根弦压住你 大副现在不敢动 还好大副有一根 有一根针 还好大副有一根针 这边这根针很关键 这根针能让大副补满状态以后 大副就有机会去 把这个机子慢慢的给蹭亮了 因为就算你传过来 我也不可能瞬间倒地 虽然说有一咸一刀的秒人的一个可能性 前锋的话 球也不多了 慢慢的局势来讲 两边现在 我去再无穷动 这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惊险 虾哥这里有一疏一 这个人猛是真的猛 他这边随时看着刚才这边的遗产机 这里一闲 再来啦 还有无穷动 拉开无穷动 弹掉了这边的大副 这边还在开密码机 还在开密码机 他这边的话应该是要选择传送的 应该是要选择 流传送 增三 手机子呢 有机会增四 看下怎么选吧 传 还是要去增一个四 这边也要音符 这两块板子没办法处理 这样的话 傭兵要去救人 救完以后要跟大副补满状态 这边减速已经减满了 弦封位置 前锋拿球 漂亮 波波 但波波这边的球已经用完了 绕过来 两个人 这边虾哥应该会再拖一个传送 抽刀 没时间踹板子 真没时间踹板子 拉弦 哇 这个斜口 封 没封住 波波的走位还是比较漂亮的 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但这边这两个人不补状态吗 补了补了补了 追一刀 打住 外面的话 一个上挂飞 一个交自己 傭兵摸出一块怀表 咸封住位置 等 对 我这边咸封点 然后一刀实体刀带走 这边的一花被看见了 这可是一个上挂飞的大副 外面修机来不及 一花这边往这个机子带的话 穷者没有办法去 绕过去去补这台机的 他得赶紧带走 但是虾哥这边的话 一个弦如果能打中 待会还有25秒有传送 这边随时随时再看再看 前锋位置 没打中 那先追一刀 这边追一刀 然后看那边的密码机 再回声打密码机 一定是再回声打密码机 这边摇 阴符 前锋这边 也是交了自棋 下个这把的机会慢慢出来了 打得很有耐心 操作的话 这个小提琴家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把如果说满分100 可以打一个95分以上了 确实很好 这个小提琴家打的真的很好 他这边的话守住就行 守住就行 慢慢打 球者这边被迫外面重启台机 没办法 这个一定要重启的 一定要重启的 但是现在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就差压死骆驼的最后个闹槽 就是又一个倒地的人 我去 他等 虾哥这边只能 反向放无穷盾 波波这个走位是真的可以 波波这边走位 两边休机了 两边休机了 闲拉 封 没封到 波波 这个波波 有一说一 他这一把 真的是操作也是 拉满了 大副对面的机制 哇 这给求生者盘活了 这把波波没倒 真的太关键了 现在下个没有传送了 哇 天哪 这操作 波波 真的是稳得住 那机子压好了 这个压好了 两个交自己 一个上挂飞 这边关键是没有传送 现在 没有传送的话 至少没有四抓了 这边打一刀 密码机点亮 只能先追傭兵 先处理傭兵 上西这边拉开 主要虾哥这把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他真的是节奏太赶了 他没有时间去 把这一个 板子给踹掉 这边好几块板子 卡到好多节奏 应该是平了 应该是平了 三跑的话 前面地窖点 门88 拦住 好可惜 这把有一说一只小提琴 打得真的很好了 但是没想到前锋 这么顶 一波加速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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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冬玄现在无压力了 哇 冬玄随便打了 冬玄随便打了 哇 这把最终抖舞的求生者 站起来了 看起来 好的 rows 这些 就是